大家好,今天我们回到了秘密花园,我们为大家带来high level篮球技术动作,这是一个非常被低估,而且被很多教练所鄙视的一个技术动作,那就是快攻三分,但是我是一个人,我把这个动作变成了我的绝技,就超级high level,对,很多教练让我别投这种球,但是我就对着他,我就说我,就投了就,而且呢,其实实际上如果你对我的这个技术有所了解的话, 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招数,快攻,按理说应该是一个上篮或者传球,或者投一个相对而言简单的这个完成动作,但是,我有精英high level技术,我一关球,我拿过快攻,我看到到这儿,卧槽,有空位了,我就三分出手,我就进了,然后教练就傻了,对那人傻了,因为没有人会觉得有一个傻子,有一个人,傻子就是精英,傻子就是聪明, 你看我非常聪明的样子,对,我拿到球,我就投三分,他们这个意想不到,我却惊着了,然后我就过了,我就直接,我就三分出手,我就成功了,对,他们觉得我要投两分,他们觉得我上篮,我投三分,快攻三分,追身三分,打得对面措手不及,这high level,这就是智商呀,这就是smart呀,看似像一个傻子,但实际上如此智慧, 对,说一下这快攻三分是怎么打,首先你拿到球往前推的时候,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你这个左手运球,推推推,左右,对,脚步到这儿,左右, 如果你右手的话,你可以选择,蹦蹦,右左,你也可以选择,偷一步,往前运,运,偷,一样,就是右手变成左右,右左右,第一步是偷的,到这儿,蹦,偷,一样,运过来,右,左右,三步,哪怕,对面掌已经落阵地了,哪怕我们是半攻方转换, 我也可以投这个球,我到这儿,蹦,我就进了个球,这个就超级high level,变向也是一样的,因为当你变向了以后,你可以直接落到左右急行跨头的步伐, 而且这种快攻三分非常适合跳投,因为当你跑起来的时候,你有足够多的动力,也就是说你有更远的射程, 最后一个球,我们在那边结束, 打,打,打,打 哎,忏悔感, 也相信,大家都是好人,要爱所有人,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